当然我们国家开发的这款新型的直径很大 推力高达500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它到底是用于发展下一代的GD弹道导弹呢 还是用于发展大型的运载火箭呢 我想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后者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山少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报道 由我国自行研制的 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的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之一 在航天科技集团寺院试试成功 那么这台发动机的直径呢 达到了3.5米 最大推力达到500吨 其综合性能应该说一步跨入了世界领先水平 报道指出 这次试验的成功 标志着我国固体运载火箭的性能 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对推动未来大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世界各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 在本质上呢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那么3.5米直径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它是什么概念呢 它既可以用于未来的导弹的发展 当然也可以用于大型重型运载火箭的延迟和发展 比如说东风五行弹道导弹 它的直径呢 为3.35米 相应的发射井呢 也是按照这样的尺寸来设计的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东风五行弹道导弹采用的是液体推进剂 那么准备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由此呢 带来了一系列的适配性的问题 如果你采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那么它的准备时间就会非常短 反应速度呢 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我们国家开发的这款新型的直径很大 推力高达500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它到底是用于发展下一代的地坠地弹道导弹呢 还是用于发展大型的运载火箭呢 我想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后者 在第十三届珠海航展上 我们可以看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呢 在他们的展台上展出了一系列的中型和大型的运载火箭 其中呢 比较熟悉的长征五号大型运载火箭 大伙呢 给它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胖五 但是胖五和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相比 个子呢 又矮了一结 而且呢 体重呢 也要轻很多 因为长征九号运载火箭 是我们正在开发的下一代的新型重型或者超重型的运载火箭 有了这样的运载火箭 我们今后实现载人登月飞行 应该说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技术 那么这个五百吨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它的研发成功将可以有很多的组合 如果单独地使用这么一台发动机 可以提升我们卫星发射的速度 接到任务以后 只要把卫星运过来 它很快就可以进行相近的发射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 它是作为助推火箭来使用的 比如说捆绑载长征五号 或者是长征九号 这种大型和重型运载火箭在周边 捆绑两枚 四枚 甚至更多枚固体燃料的大锤力的运载火箭 就可以提升我们近地轨道 转移轨道 或者是空间站发射更大的载荷 比如说几十吨 上百吨的有效载荷 那么无论今后建立更大型的空间站 还是作为登月的中转站 或者是直接将相应的货物送到地球 为我们建立月球科研站 送去各种各样不同的构建 都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那么无论是长征五号还是长征九号 它们的核心火箭 应该说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 那么现在再配上大推力的固体燃料的助推火箭 那么它们的运载能力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的航天事业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系列的以固体燃料发动机和液体燃料发动机 为代表的大推力新型火箭动力装置的研发成功 将助推中国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